我们现在要来看 怎么使用任务指派的方式 发布一度 让学生能够用一度来进行自学 那首先我们就按一下指派任务 那因为这是自学 所以我们要给知识结构 那这里面就影片练习体动态评量 那我们就选下一步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选113学年度 然后我们选数学科 那版本这里我们选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选5年级 然后单元 例如我选倍数与公倍数 那下面就很多能力指标 那能力指标进来之后 这边有很多子技能 S01 S02 S03 那我就先挑一个子技能 好 挑完之后呢 你会要注意一下这里有一个叫学科领域 学习伙伴有没有打勾 如果有打勾 的话呢 那我们发布的任务里面 学生就可以用学科领域的学习伙伴 来进行自学 好 所以我就按下一步 好 下一步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这些要不要更多设定 就看老师你自己 要不要给额外的代币奖励 也看老师你自己 最后就按建立 好 建立完之后就按下OK OK完之后呢 我们的孩子就会多一个 知识结构的学习任务 那这个学习任务里面 他自学的这个任务里面 就会有学科领域的学习伙伴